你在幹嘛 染著一頭金髮穿華盛衫的這名男子 在友人邊拍攝邊說話的同時 完成一個後空翻 動作是很俐落沒錯 但事發在8月1號台鐵機動車站月台 當時去監車準備發車 這名旅客提前到達 卻跟隨行友人在月台嬉鬧 也造成不好的觀感 會給路人造成不良的示範 尤其是小孩子 14歲到18歲吧 青春期的這段時間內 可能會去模仿 萬一要臨時停車下車的話 可能對民眾有危險 他自己也蠻危險的 如果他真的有踢到車的話 這車會被他刮傷 其實你可以看到列車跟月台間 中間還是有一定的縫隙 如果你沒有算準距離的話 很有可能這腳就會卡在這中間 不只有缺間車縫隙大 像是新自強號普悠瑪列車 車跟月台成人跨步也得大步一些 像是這位民眾如果再跳高一點 碰到車頂級電功或電線 就會被高壓電直接電死 雖然說民眾肉身跟列車的鋁合金 或鋼鐵外皮相比不會造成車損 但列車一節大約40到50噸 萬一這由旅客跌落 又沒人發現導致意外 整條路線會遭封鎖延誤後續車次 我們公會是認為說甚至我覺得這種延誤或導致我們這個路上運輸 融色的話其實政府機關或台鐵局應該要主動以公共危險罪移送還對 雖然說在運務SOP上只要有非正常的上下車過程 列車長或占物人員就不會讓車子發動 針對這位民眾的行為 台鐵指出經過勸導沒有改善 除了報警也可以拒絕運送 而且票價不予退還 鐵金也說這已經違反鐵路法 妨害系統設備正常運作 還是要提醒民眾像是騎行運動或是其他危險動作 不該在車站發生的就不能做 避免造成更多麻煩